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中国名字叫翁美兰 好漂亮的名字 我猜你们应该有看到这样肥的蝴蝶吧 花朵花朵 在我分享我的见证之前 我必须要感谢 Dr. Lin 他把一个这么好的产品带进来 让我使用了之后 我才有这个勇气感 站上来跟大家分享 尤其我这个病 我觉得身为女孩子 我应该没有勇气的去跟大家来分享 尤其是有这么多男生在台下 我觉得我在还没有吃还没有好之前 你打死我把我拉上来 我都不会跟你们讲的 你需要面具吗 现在不需要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在我的情况 为什么我的身体会造成这么严重的 这个下半身的这个情况 是因为几年前我妈妈中风 在她中风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过得很辛苦 我必须要拿两份工作 来补担她的医药呗 做到每天很累 然后我的饮食很不好 所以变成我的早餐 有时只是吃一餐 有时中餐吃一餐 有时到了晚餐 吃一点多才吃 连一次喝冷水 因为我在外面 我要喝水饱 我就喝很多冷水 就一直喝一直喝 然后没有足够的休息 所以把我自己的身体搞坏了 搞坏了之后 我就后来我就发现 我也没有真的去注意到 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 就是我的下半身 我每次来月经的时候 就有很多月经 过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来月经之后 我还有这么多黄带 白带 孩子一直留 但是我没有 那时候我没有 真正的感觉 或者没有去觉得 这个是一个病来的 可是他也做到 我必须每天的去放 这个卫生棉 每小时都要去放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对劲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有多到有时候 他会发出臭味 然后有一次 我真的领悟到 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有一次我妈妈 他在帮我洗衣服的时候 裤子 因为来泰国 沾到那个裤子 他跟我说 哎好像你真的是 挺严重的 因为他在那个裤子的时候 那个液体的时候 他看到蚂蚁黏在那边 他说 会不会是你的身体 出现了很糟糕的问题 然后我就说 可能哦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OK 他就把我 我去跟他讲这个情境的时候 他就去 帮我 拿出那些液体 那个黄带去液 液了之后 他告诉我 两天后 我过去拿那个症气的时候 他说 这个东西 我没有要给你吃 因为这个是你生活习惯的问题 你身体里面已经出了一些状况 我们没有要给你吃 我只能给你一个东西洗 让你没有那么臭 下方都没有那么臭 然后 只能用一些药 放进那个 我们的那个里面 所以他把他的东西都排出来 排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臭 臭到有时候 可能前面的人都可以闻得到这个味道 真的是很恐怖 然后 然后 变成我不敢去游泳 我真的 不敢出去跟人家在一起吃饭 完全没有那种 那么勇气 而且很自卑的那个样子 就是 完全没有那种勇气出门 都好像变得很内向 看到人就散那种 人家看到这个人 你们跑去一个地方躲不住了 完全 很恐怖很恐怖 然后 没有要吃 我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说 他会劝我的医生 我说 不然你就买乳酪 乳酪 一个身体吃一次 能解除汗的错位 而且可以来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 我又去看中医 中医也是说 哎呀 你的身体是 因为你很弱啊 你体内太过冷了 你的身体太过寒 所以 没有办法 他只能调药 给我吃 可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 还是 因为那时候 我都没有遇到本爹 然后我就 我没有 没有去管那么多 就是尽量的 照顾我好 我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是 在我认识这个产品之后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 我不是买给我自己吃的 因为我是买给我妈妈吃的 我希望她能 中午她能有多一点力气走路啊 所以我可以安心的出来做工 因为她一个人在家 家里我一直有 我的爸爸在家照顾她 所以我就买给她吃 然后 我买给她吃的时候 她觉得 她吃了她觉得 她有在她身上 有进步到 然后她就说 不然你也吃咯 然后我说 不要了 很贵 我买给你吃就好了 因为 已经负担不起了 我买给你吃 你吃啦 你健康比较痛 因为你是我妈妈 我爱你健康 我还年轻我 我可以的 然后她就说 你不要忘记 然后 真正让我觉得 我要吃的时候 她 说那句话 说 你不要忘记 你生的是两个儿子 这句话 让我真的醒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 在有一天 我妈妈中风的时候 其实中风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连她想要去大便的时候 她都要考虑很久 因为我们身为子女 我们小时候 父母在跟我们擦屁股 我们 我们大便的时候 baby的时候 我们大了 被父母跟我们擦屁股 他们都没有约 但是 那一天她想大便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我心里 我就不死了 我要跟她擦屁股 我不敢 我没有她的勇气 然后说怎么办啊 等一家里又没有包拥 平时是我爸爸跟她做的 然后我就想 我想很久了 说OK 我扶你去 然后她就说OK 她就坐在里面 她做完事了之后 她说 哎我好了 但是我都死了 我老爸没有回来 怎么办啊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必须要坐咯 然后 我就说OK 没有办法 我就说 你等我一下 我就去厨房 找了大概五分钟 找一个 的手套 再找一个 带住 然后我就很勉强的 自己进去厕所里面 帮她擦屁股 帮她洗碗 帮她扶上来 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 我才感觉到 其实有一天 这个东西发生在我身上 我要怎么办 我好像没有人 会帮我做这件事情 我的是两个儿子 我身为一个女儿 我都没有帮我妈妈这么做 然后我的儿子 我的媳妇更加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健康太重要了 所以那时候起我说 OK 我决定吃 我就虽然很贵 所以我很吝啬 我就吃两粒 一天吃两粒 吃了大概几个月 大概有三个月后 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习惯了 每天在换位这边 变成是一个习惯 然后 我吃了大概三个月后 我就觉得 其实我换来干嘛 很干净 其实不知不觉 我已经慢慢好了 而且里面有没有 这个场景真的很有效 所以 我很愿意的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来本期的话 尽量的是 因为健康对我们 真的是太重要了 谢谢 哇 这个是什么 啊 算不是你啊 啊 这个是在 真的 可能我妈妈在中风之前 呃 之后 我的样子 更加恐怖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太过累了 完全没有时间 那时候 我觉得 鬼看到我 还会赏 不是我看到鬼赏 真的真的 那时候真的是 太过恐怖了 真的 我觉得 我自己都觉得 不敢看自己的样子 对 非常非常感动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产品 真的是太过棒了 真的要谢谢 Dr. Lin 还要 谢谢 介绍我的人 Daniel 还有 Timm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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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